有朋友问我 就是说看到我们在种番茄配药的时候 里面经常要用一款调节剂 叫什么呢 叫变氨基飘零 这样的一个调节剂 那么变氨基飘零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有些朋友不明白 变氨基飘零 仍然来说它就是一个调节剂 来调节作物正常生长的 那么具体用到我们的作物这一块 它会一般情况下会起几个动作 第一个呢 提升分岔 好比说你用到番茄上了 如果提升分岔的话倒不是很好了 因为我们一般是单干整治 这个不好 但是如果我们用到水稻 用到那个大豆 用到小麦上 提升它的分岌 大豆上提高它的分岔 这个对增产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呢 用到番茄的目的干什么呢 就是第二个作用了 提升花芽分岔 能使番茄的花它的分量增加 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提升 我们番茄它的这个作果率 这就是变氨基飘零的一个很关键作用 这就是我们在平时配药的时候 经常是采用这个变氨基飘零 一个原因在这里面 但是使用变氨基飘零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它这个量 它毕竟它是一个调节剂 量大了以后 会抑制这个番茄它的生长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严格来说啊 那个变氨基飘零呢 它是把这个番茄呢 是由正常的营养生长 强行的去过度拉到这个 生殖生长当中去 如果你量大了以后 可能会影响这个番茄呢 它的顶端的生长优势 就是我们的叶片 发黑发亮 但是呢 那个就是这个新日 长得慢 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种植物在食用的时候 要注意这一块了 增产的药 不仅仅是增产 用量不正确的情况下 同样还会造成减产 一定要注意 感谢观看